再关注负债 再关注支出 再关注收入 来 最后 继续 这就是 预算的第二个诀窍 你们一定要从今年起 养成一个习惯 开始填自己的财务报表 只要你开始填报表了 你能够通过你的财务报表 看到你的一个人的未来 你看 这个人叫王武 王武的资产表就是 他会 你看 这张表 看看这张表更清晰 赵六 支出 买手机 买衣服 看演唱会 买家电 喝啤酒 去约会 来告诉我 赵六将来会成为什么人 肯定穷人吧 你看那个王武 做慈善 做储蓄 做投资 买投资书籍 参加培训课程 做生意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的未来 在你的支出表里面 一览无余 所以从今天 一定要养成自己做财务 自己 那个 写自己的财务报表的习惯 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老板 必须要懂得看财务报表 因为老板一看财务报表就能看到未来 就像 刚才我随便教你们看个支出表 你就能看到未来 对不对 这一看 这王武将来就是有为青年啊 绝对是有天真的 来往下 你看 这赵六 全负债 没有一个资产 那就肯定穷光单 那资产零嘛 全是负债嘛 全是在增加支出嘛 从头开始放吧 从那个 你看 这是这个 王武的 对吧 也有负债 买车买房 但是先投资资产 从头开始放 六大财商那里开始放吧 写上 我们讲了财商的四大能力 五大资产 接下来我给你讲六大财商 六大财商的第一财商 写上 赚更多的钱 你赚的钱越多 你的第一财商就会变得越多 第一财商是通过你的总收入来衡量的 而赚钱最快的方法就是成为企业家 而要想成为企业家 必须要学会什么 销售 因为全球只有3%的人 是通过技术成为老板 而剩下97%都是做销售的 而且我不管你住什么公司的 有销售就等于有收入 没销售就等于没收入 所以提高第一财商 最快的方法就是 克服失败和恐惧 因为所有的致富 都是从失败当中学习的 许多人为了今天的几块钱 而丧失了更富有的明天 真的就是这样 一定要做销售 如果你今天是个穷光蛋 你问我老师 我应该怎么样起步 做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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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创业 创业 创业 有了钱以后再投资 来 继续 人们不能提高自己第一财商的原因 就是坚持做自己他知道的事 而不敢接受新的挑战和新的学习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勇敢的冒险 因为生活就是学习 而学习就是冒险 在座各位 接下来 我将会颠覆你对第一财商的认知 第一财商的第一条 那就是要做销售 只有做销售 你才有可能提高你的第一财商 而第一财商的第二条 就是这句话 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他不敢挑战 这两张图 如果你看懂了 有可能你的命运真的会从此发生改变 来 给个大评给我 你们把这张白纸 不要把它想象成一张白纸 把它想象成一张黑纸 这是你 你刚刚出生 你刚刚出生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他对未知的事物是好奇的 他喜欢不断地探索未来 他对未知是好奇的 所以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对未知是恐惧的 这个圈里面的东西叫做已知 圈外的东西叫未知 他以前对未知是好奇 所以他喜欢探索 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 而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被这个社会 他被老师 他被他的父母教育成 未来是恐惧的 他对未知是恐惧的 他就把自己关在了这个房间 他的世界就只有这么大 你们把这个圈圈想象成一个世界 想象成一个房间 今天你在一个房间 想找到一把钥匙 一把保障的钥匙 结果你已经找了三十年 都还没有找到 证明这个钥匙不在这个房间 有可能就在门口嘛 但是你不敢走出去 你这辈子都拿不到 那把成功的钥匙 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呢 请介绍 你们知道为什么 你们会来到今天 这个地方吗 因为你遇到的所有人 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突然有一天 你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世界比你的世界大 他的认知比你的世界 认知广 你突然发现 这个人太厉害了 太高了 我跟他学习 周老师为什么能够这么大呢 因为周老师 对未知永远没有恐惧 我对未知永远是好奇的 我在不断地扩展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所以我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大 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叫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我想告诉你 不是一花一世界 是一人一世界 你看到的世界 跟我看到的世界 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 你活在你的世界 我活在我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有什么组成的呢 是由我们的认知组成的 你的认知有狭隘 有壁垒 你的世界就是这么大 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特殊各位 你在哪里工作 深圳 你是哪里人 江云西 还不错 他最起码走出来了 有没有老家 是现成的 而且就在现成工作的 有没有 来 你是 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山东自博 你是哪里人 山东人 他在山东自博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是山东自博人 所以他就在那里工作 我很好奇 谁说你是山东自博人 就非要在山东自博工作的 有法律规定吗 没有 你是哪里人 湖北的 湖北的 你问我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 我地球的 我有说错吗 我在财道就跟你们讲过一句话 老板的第一大死学 就是用家园思想 活在全球时代 总有家的概念 犹太人为什么有钱 因为在犹太的世界观里面 哪里有钱 哪里就是家 你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 你看怎么还浙江呢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说明他的世界就只有浙江那么大嘛 不就这么回事吗 不要对未知恐惧 要对未知充满好奇 要懂得去探索 为什么你今天没有事业 因为你的第一财商 被你自己的认知 锁在这里了吗 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河车人 地域被限制了 你做什么行业 我做这个IT啊 开那个电脑店 为什么做IT啊 因为我学的是这个专业啊 打工还在创业 打工 为什么在打工啊 因为我父母都在打工啊 因为我朋友在打工啊 同学都在打工啊 你就在这里 你的世界只有这么大嘛 天天哭 你要打破呀 破筐啊 来 这张图如果没看到 没关系再给你画张图